欢迎回来热情热宗 大诗人杜甫跟李白 在当时一个是默默无名 不过一个却是名满天下 而命运让他们成为知己 因为李白作诗得罪了杨贵妃 被迫离开长安城 李白跟杜甫才有机会再见面 李白比杜甫大上11岁 不过这两个人一见如故 杜甫像是见到了大明星一样的高兴 听着他高谈阔论 杜甫对李白的崇拜也写在诗里头 白夜诗无敌 飘然丝不群 笔落金风雨 诗成弃鬼神 把李白写得跟神一样厉害 不过杜甫的低调内敛 跟李白的狂放 却巧妙互补 让两个人成为莫逆之交 李白后来被贬到了贵州 杜甫还写下了感人的梦李白 不过这两个人恐怕没有想到 一千多年过后 在现代社会 两个人的声望齐鸣 同样的影响声援 这位是我的旺年秋 大唐师圣杜甫 杜甫先生你好 带着几分醉意 事先李白用他一贯狂放不羁的姿态 向众人介绍好友杜甫 天保三年 李白因得罪权贵 遭唐明皇赐金放还 从长安到东都洛阳 恰巧遇见当时也在外游历的杜甫 虽然李白稍长杜甫11岁 两人却一见如故 很多的新鲜的宫廷里头的故事 对于当时无缘 无由进入宫廷的很多的文人而言 都是传奇 就是说李白曾经获得这个玄宗的赏识 所谓的御守条庚 叫贵妃捧宴 还有力士脱靴 引发了很多的文人 对他的欣赏仰慕 甚至把他当偶像一样的 在崇拜 那其中最有偶像情节的 恐怕就是杜甫 语不惊人死不休 长安不见 使人愁 梓美兄 海白兄 两人结诗后 游遍大江南北 新唐书杜甫传提到 杜少语李白齐名 十号李渡 长从白及高市过汴州 酒憨灯吹台 慷慨怀骨 人莫测眼 杜甫曾经作诗回忆 他与李白这段友情 于义东蒙克 联军如弟兄 醉眠囚贡背 攜手同日行 他们一起就好像手足兄弟一般 然后大醉之后就同床共枕 然后共盖一张棉被 然后不拖行机 然后白天的时候 也一起携手到处游玩 算是杜甫难得一段 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 子伯 你还跟着我出游吗 咱们一起到那些明山大川 去求仙访道 一起在竹林西畔竹酒论日 古人的床很大 所以两个人睡觉的时候 女人 男人跟女人睡会同一边 头会同一边 男人跟男人睡头不能同一边 那就叫抵足而眠 就两个人分开睡 然后脚会互相顶在一起 这叫抵足而眠 两人不只一起喝酒赴湿 同床共眠 还一起寻仙访道 遍寻长生之术 据说他们当时寻访魏德的时候 居然还夜宿时隔 直接在荒郊野外的地方去露宿 希望会有神仙来半夜 传授他们仙丹妙药 长生不老之术 杜甫极力推崇李白才华 他曾在诗中提到李白 彼若金风雨 诗成弃鬼神 意思就是 李白在下笔时 能惊动狂风暴雨 诗成能引起鬼神哭泣 形容李白的诗作 有着强大力量 另外影中八仙格 也充分描写李白放荡不羁的形象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九家眠 天子换来不上船 自称城市九中仙 蔡白雄 小弟这次写了影中八仙格 可算是有点进步了吧 嗨 你不必成仙 你已经是师胜了 李白作诗非常的迅捷 以马可待 而且呢 他也非常的喜欢喝酒 那唐明皇呢 特别派人请他来一起共游赴施 那他在酒醉之中呢 还可以说 哎呀 我就不过去了 我是酒仙 所以喝酒最大 李白大概算得上是杜甫 在他一生当中碰到最有温度的 在文化上最能给他养分的 而且知名度最高的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两人撞游半年后各奔东西 杜甫人常想起当年与李白的 相职相遇 安始之乱后 李白拥护勇王李玲 与宿宗争夺皇位 最后惨败遭到流放 此时杜甫尽血师为他缓夹 处世弥痕后 朱生原献平 道梁酬魏族亦以放和平 意思是李白之所以跟随勇王 乃是被生活所迫要逃碗饭吃 并非有任何野心 他说李白是一个充满了道家思想的人 所以他的不在于这个世间的这些求名求利 所以他其实会参加这个 李玲的这个幕府是非常不得已的 他第一个获得的中央官位 就是唐宿宗给他 他也认为李白跟勇王李玲的那个 事行为是错误的 他只是说李白就是为了要混一口饭吃 所以他不得已做这件事情 他在道德上还是指责李白 杜甫在文字上力保李白 甚至悲愤写下 世人皆欲杀 无意独连财 面对朝野对李白的其身踏乏 杜甫选择支持与连行 而杜甫自从与李白分别以来 写下超过四十首怀念李白的诗句 但李白却只留下了 零星几首关于杜甫的作品 可见两人性格迥然不同 对彼此思念的表现也大相径庭 我要的就是这种神仙酒局 潇洒快活 让沙发走开 让阴谋走开 让一切不动快全都消失 并不是李白不思念杜甫 而是他把这一份思念拿来酝酿 酝酿到相见的时候 再来异常思念之苦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说 两个人的诗作里面的场合 其实都表现了他们思念之心 对于李白而言 杜甫只是他的众多好友之一 而且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 但你翻摊杜甫人生的经历来说 对他好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我相信对他而言 李白一定是他最重要的 精神上的导师 他接下来那十一年 都非常不顺利 在那种浪骆驼啊 落寞的那个岁月里面 你是不会想要把自己 不愉快的一面跟朋友讲 李白曾经在穷困潦倒时 挥笔写下对杜甫的思念 思君若问水 浩荡济难争 意思是我的思君之情 像浩荡的问水 竟随着你悠悠难行 可见李白对杜甫仍有挂念之心 李白杜甫个性迥异 一个豪情放荡 一个情感内敛 两者交汇时 并发出文学界的灿烂火花 当年两人的 醉眠秋共辈 携手同日行 虽然已成绝响 却也是千古美谈 李白跟杜甫成为莫逆之交 这两个人还曾经一起研究 长生不老的方法 杜甫也曾经穷到走投无路 在船上卖药 所以他自己略懂医学还有养生 只是人在颠沛流离的时候 要如何好好照顾自己呢 杜甫59岁就不幸过世 最多的说法是他因为饿过头 暴饮暴食而死 这位施圣到底是如何告别人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